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寻找先进的故事 某天地球地底石油 自己疯狂燃烧全球都变得很热 人类就发明了很多气候调节气 结果没控制好 天气变成狂下雪 人类就死了96.3527% 别管我这比例怎么来的 而没死的人就躲在一些避难所 把这边发展成家园 养养动物重重植物 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努力 而男主角的工作就是负责跟女主角交配 哦我乱说的 谁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 那不重要 事情发生在 男主角所在的7号避难所 某天收到了5号避难所的求救通知 于是男主角跟7号避难所的短命队长 和一个短命小孩 就组成三人没屁用小队一起出发探索 也不晓得三个人是去探索个屁 真的有危险是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咯 我们可是有无敌的男主角好吗 果然来到5号避难所 发现到处都是血迹 他们发现一个没死的帅哥 开始跟他搭讪 哈喽帅哥 你怎么没死 红烟薄命 你没死很不合理 也可以说明一下状况吗 于是帅哥秀出他的平板电脑 说明一下5号避难所 收到一个电讯情报得知 有一群人修好了 其中一个气候调节器 成功让1号先进区 不再下雪恢复了土地 结果5号避难所派人去探查 不但没查到回家时 还引到一批死人组 把他们杀光 男主角说不怕 跟我回家 哥哥会让你开心的 但帅哥不跟他走 所以男主角的没屁用小队 就自己开始在5号避难所 四处查看 一种送死的概念 果然发现了食人组大军 于是最没屁用的短命小孩 就被干掉了 男主角跟短命队长 很英勇地杀了一堆食人组 后开始逃回7号避难所 逃一逃有点累 所以他们就睡了一觉 好开心啊 所以隔天早上食人组 顺利地跟着男主角的脚印 追了过来 不是有下雪吗 脚印都没被盖掉 还那么清楚啊 所以短命队长想了一招 他把食人组 引回7号避难所途中的桥上 想说放个炸弹 把桥炸了 摔死他们这些畜生 靠北结果风雪太大 炸弹引线的火灭了 害短命队长之好 再跑过来重新点火 啊不过来不及逃了 就顺便跟食人组同归于尽了 另一边7号基地 此时短命队长的智障副队长 正在准备枪杀两个 得到重感冒的人 因为没要救他们 又怕他们传染 杀掉比较安全 而女主角跳出来 阻止智障副队长的暴行 此时男主角自己回到7号基地 开始大叫 我是男主角 我不能死 赶快来救我啊 所以大家放下手边工作赶来救他 而男主角被救醒后 开始解释来龙去脉 但我们的智障副队长 因为是智障的关系 当然不相信咯 而且还马上决定 从现在起 由智商最低的人 继位当队长 所以他就成为新的队长了 顺便把反抗他的男女主角锁起来 还好一个关键男孩 偷了智障队长的钥匙 让男主角解开手铐 男主角也马上跑来 救走女主角 他靠电脑跟卫星 确认了一号先禁区的位置 打算过去那边 跟女主角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没想到智障队长 马上就赶来抓住他们 但更没想到的是 十人妖也不晓得是怎样 竟然还有一大票人 随便就找到了 七号避难所的位置 他们就是想羞辱 刚刚跟乔自杀的短命队长 哈哈 你看看你牺牲性命乍乔是怎样 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好吗 而且风雪再大 男主角的脚印都不会被血盖住 刚刚是没认真看电影吗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 跟着男主角的脚印过来啊 最后就是十人族 跟七号避难所的人 互相对打一下 死了很多不重要的人 智障队长也受了伤 所以就放个火 跟十人族同归于尽 但十人族队长没死 跑来跟男主角单挑 吼吼你他妈傻啊 他是男主角耶 果然十人族队长 不管怎么尻男主角 男主角都没事 还站起来轻轻松松的 尻爆十人族队长 然后带着女主角 跟一些没死的 七号避难所居民 打算去寻找一号先禁区 他们一点都不怕 路上的寒冷与饥饿 因为男主角会像太阳一样的 照耀着大家 故事就结束了 诶诶怎么结束了 所以到底有没有一号先禁区 所以人类到底会不会修好 所有的气候调节器 治好地球 快回答我啊 算了你不用回答我也没关系啦 反正男女主角不管怎样 最后一定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对吧这样就够了 咳咳